随着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转变,信用卡已经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。 不论是订机票、酒店、商场shopping、日常电影,我们都可以用信用卡消费。 各大银行,花样百出,伺机大众用信用卡消费免息期,积分活动,刷卡半价,让人不得不感叹,信用卡真好用。 于是人人有卡,一人多卡,天天刷卡,变成了一个普遍的消费现象。 信用卡方便是方便,可这些禁忌你一定要知道,否则你的个人真信就危险了。 这是最直接影响个人真信记录的用卡行为,信用卡与其还款,在个人真信系统里会有所记录, 与其90天以上属于比较严重的预期,将直接影响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的申请。 开卡太多的人一般有两个误区,信用卡数量越多,额度就越高,开卡银行越多,表示接受他的银行越多。 在同一家银行,开一信用张卡的额度与开十张信用卡的总额度是一样的。 你在某银行的信用卡额度是十万,如果只有一张卡,这张卡的额度就是十万,如果有十张卡,这十张卡就共享这十万额度。 在多家不同的银行开卡,现金总额度虽然会有增加,却会影响信用卡的提额。 收入和还款能力摆在眼前,名下一堆信用卡,银行自然会担心你的还款能力。 对个人而言,开卡太多,既不清每张信用卡的还款时间,还款金额,很容易产生于其,自然就会影响个人真性。 很少使用,一刷就是大额消费。 有人认为,每个月刷一两笔大额消费,就能提升额度。 恰恰相反,这个反而会让银行怀疑你有套现等异常用卡行为。 同一张卡,同一台刷卡机封顶鸡刷每个月都在同一台刷卡机封顶刷卡,重负刷卡,银行可以合理怀疑你套现,甚至开始调查。 还款日诊数进去短时间内诊数出来,其他的时间没有刷卡记录和低于二笔刷卡记录,这是信用卡套空状态最常见的表现。 银行会认为该持卡人有风险,从而影响持卡人的个人真性。 另外,刚收到信用卡,就刷进了卡的额度,更容易引起银行的怀疑,可能会直接进行封卡处理。 信用卡长期闲置,处于睡眠状态,最大的风险是年费导致的预期。 信用卡都会有一定的年费,金谱卡年费可通过刷卡满足一定的次数或者金额免除,而白金卡等高端信用卡的年费通常是不可免的。 持卡人如果将信用卡长期闲置却不注销,就会产生年费,年费如果没有及时缴纳,就会导致于其还款,影响个人真性。 很多人以为信用卡申请成功之后只要不开卡激活就不会有什么问题,事实并非如此。 信用卡不开卡激活,首先会涉及到年费的问题。 大部分信用卡不开卡激活就没有年费,但是也有少部分特殊材质的信用卡以及高级别的信用卡,不开卡激活也照样收年费。 持卡人在不知不觉间就先欠了银行一笔钱,与其还款就会影响你的个人信用记录。 除了年费的问题,信用卡制要办理了,无论开卡激活与否,都会体现在个人真性系统中,太多未开卡激活的信用卡会影响新卡的审批。 轻则缴纳罚习,质纳金,重则封卡,上真信,然后车贷,房贷等金融业务寸不难行。 千万不要让以上几种做死的信用卡使用方式,毁了你的个人真性。